我们来去看一下Power BI如何下载 所以我们就直接在Google搜寻引擎输入Power BI下载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第一个 这就是微软公司官方网站所提供的一个下载 所以点选下载Power BI工具 然后接下来点选进阶下载选项 再接下来在这个地方麻烦请改成本体中文 以及点选下载这个按钮 所以请选择这一个Power BI Desktop Setup X64 然后勾选 然后点选Next 好 当你点了这个Next 它就开始去进行下载 下载完毕之后就要进行安装 那如何安装 首先一打开资料夹 点选下载 然后快点两下这个PBI Desktop Setup X64 快速点两下 然后将操作的步骤下一步下一步完成 那以上是Power BI软体的下载 那我们如何打开Power BI 好 接下来应该大家都要跟着开始操作 所以我必须要在这个地方先停一下 请各位先把所有视窗通通关掉 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带各位进入Power BI的世界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在桌面上找到Power BI Desktop的捷径 接下来因为我要进入Power BI Desktop 所以就快速点两下桌面上Power BI Desktop的图示 好 那当我们今天进入这个Power BI 可能您也会看到我这一个画面 这个画面叫做起始画面 在起始画面 当然它左边最左边 它就会说这个软体 然后还有要做什么事情 这里它就放一些像新手引导 例如说介绍一下如何开始使用Power BI的等教学影片 那右边是微软公司 它会成立一些像大数据分析的一些论坛 然后它的新功能 教学影片 所以这个画面它其实就是一个起始画面 我们就可以直接先把这个起始画面关掉 所以第一个动作请点选 所以第一个动作请点选这个起始画面关闭 关闭的按钮设计一定都在右上角 所以请点选右上角的XX 它的视窗元件包含功能标签 整个的画图区 还有最左边 最左边它有一个就是画图区跟资料 资料就很等一下就会看到很像Excel的一个切换 那这个是关联 目前现在都还没有设关联 所以它有这三种不同检视模式的切换 那一般我们都是在这个画图的报告模式 接下来在这边它有筛选 筛选到时候是可以打开的 可以借由这个往左的三角形图示切换 视觉效果 蓝位 像现在蓝位是被缩小起来的 因为我们目前没有任何的档案放进去 它当然最小化 蓝位 也没有蓝位 当然就不能进行任何的筛选 所以筛选是最小化 那 这个放到缩小的图示非常重要 因为到时候我们展示我们的报告 我们当然可能会透过把这个地方 把这边的操作必须要点它 还有我们会假设都开启的时候 然后你会发现报告很小 所以我们会把筛选隐藏起来 然后蓝位隐藏起来 用这种方式来去呈现报告画面给别人观看 好 这个是展示 那我们的视窗元件就暂时介绍到这边 好 那我们接下来第一件事情 当然就是要请各位取得资料 不是开启就的 那 我们现在要把 例如说要分析的资料叫进来 所以 我第一件事情是要带各位做取得资料 要跟着一起操作 第一 点选常用 请点选一常用 在资料这边的取得资料 我先请各位点选的是 这个地方 可是事实上我给各位的是一个以色尔档案 超市范例2017 所以请直接点这个 以色尔活跃部也是可以的 好 所以第二麻烦请点以色尔活跃部 当我点选了以色尔活跃部 这边它就变成 类似像开启就导的时候 会有这个开启 好 然后 接下来麻烦请你选择 提供给你的超市范例 我要请你们使用的是超市范例2017 那我现在我们用的是超市范例2017 然后请点选开启 然后 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取得超市范例2017 以及里面像里面有三张工作表 以及五个公式名称 就是表格范围被快速定义一个名称 好 其中有三张资料表 五个表格名称 那我们现在还是选 还是选订单 好 第五个动作吧 请点选载入 然后请你这边 等一下仔细看 它这边就会有东西跑出来 而且这边会栏位 会从 就是本来是折合 折叠起来 然后展开 那当然接下来这个动作 我们就必须要等 它会随着 假设你的资料 一万笔 两万笔 一百万笔 一千万笔 然后 这边载入就会花 稍微久一点的时间 那载入完毕之后 它就直接跳走了 但是刚刚那边 它会告诉你说 总共载入了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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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表 叫做订单 一万零九百三十三笔记录 那你这边 你就真的就是要 等等 因为它现在正在处理中 那你就 等等 等它跑完 好了 这样子 才算真正的跑完 因为现在 我们的游标 变成一个 箭头图示 那你 总要确认 你自己 到底有没有跑完 所以请点选 订单 栏位里面的订单 你可以清楚的看到 这些内容 这就是我们取得 超市范例2017 这一个数据档案 的操作方式 好 那我继续 我们拿到资料 我们一定要 先有一个观念 就是说 到底这个资料的内容 我们必须要了解它 你不了解 而且不认识资料的话 就很难去做 这个资料的分析 而且我们知道了 这个资料之后 我们才有机会 知道说我们要分析什么 所以其实我现在 还是要开资料 给各位来去观看 所以点选 这边有一个订单 好 这边只能看到 订单工作表里面的 每一个栏位 那栏位 它是属于文字 它前面就没有任何的符号 它如果被定义为数值 好 就变成是Sigma 如果被定义成日期 像订单日期 前面它就会放一个日历图示 所以在这边 我们乍看之下 你要知道说 数值栏位跟文字栏位 来去做比较 我们这边通常看到的栏位 大多都是文字 可是我们是要去做 大数据分析 也就是我们其实可以运算的是 那些数字 所以当我们在收集资料的时候 一定会有数字栏位 好了 那如果各位针对这个栏位 这边其实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说这里面栏位的定义 它都有错误 因为系统自动判断 像行ID 它应该是文字 像学号 它虽然里面内容都是数字 可是事实上应该要把它定义为是文字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做数据清理 但是我现在想要继续回来看的是 栏位中只能看到工作表名称 栏位名称 如果想要看内容 如果想要看记录内容 点选资料 请点选最左边的资料 稍微等一下 这就是像以色尔的资料表 里面包含 里面包含了什么 栏位名称 以及记录内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只是稍微先让你知道 我们有栏位里面呈现的特色 它只有工作表名称 以及栏位名称 左边的资料模式 它可以看到栏位名称 以及记录内容 好那接下来 我们先了解数据 很重要的数据清理 也就是一般很多人讲的资料清理 资料不做清理 你根本就 那个 后面你分析出来的一个结果 它的可信赖度是被存疑的